車停在盧州這戶民宅外頭 緊急將一名昏倒男子送醫 這名39歲的彭信男子 23號才在盧州全民醫院 接種完國產高端疫苗 家人表示隔天早上8點 還看到他在家自由活動 11點卻被家人發現昏倒在浴室 已經沒了呼吸 送醫不治 而這也是新北市首例 接種高端疫苗後死亡 那這邊我們安慰警 衛生局這邊跟家屬聯繫 看他願不願意通報 但死亡原因是否與疫苗有關 尚待釐清 由中央預防接種 受害救濟審議小組審議認定 據了解彭信男子 平常無業生前曾多次吸毒 昏倒送醫市轄區警方列管 毒品人口還有竊道前科 猝死原因究竟和疫苗 還是毒品有關 還有帶釐清記者新北綜合報導 可見 勞激